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剩最後一天就要封關了 那我們會發現到 其實這兩天在封關之前 整個市場上面 大家都會稍微觀望一下 稍微等待一下 所以今天整個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就開始出現萎縮嘛 那我記得昨天我們在節目裡面 我就有跟各位講 台股剩下一兩天要封關 你說台股要怎麼走 昨天我就跟他說嘛 台股頂多就在那邊走區間嘛 對不對 好 就在那邊走區間 那今天整個台北股市呢 早盤就先跌了啦 跌了164點之後呢 有流出下影線 可能今天你會發現到 震盪的幅度有 但是指數空間好像不大 但問題是 今天的指數呢 又來回撤到月線的位置區 對不對 好 那明天的盤 明天的盤是照理說啦 就算你稍微有點拉抬 也還是維持在這個位置區啦 那現在的重點就是說 台股現在重點不是說 這兩天你台股怎麼收啊 重點應該是放在哪裡 就是說你新春開盤之後的台股 它會怎麼去走 到時候是漲是跌啊 就會關係到整個第一季的多跟空啦 所以呢 所以我們昨天在節目裡面 我們花了一些時間 去跟各位講解說 封關期間的變數 它到底在哪裡 好 那各位 待會我們再去 再去印證我們所說的重點 到底有沒有變化好不好 但是我先講一下 因為我昨天在節目裡面 有跟各位分析過 在這個新春假期期間啊 台股會有一些變數 當然這些變數都是比較外在的啦 那我們要注意的方向在哪裡 那我今天呢 盤中的時候啊 我在這個Light Edge裡面 我把它寫下來 我們稍微看一下啦 今天在盤中的時候呢 我把一些重要的變數的一些重點 我通通把它寫下來 通通寫下來 其實我今天寫下來的目的 只是要讓大家說 你在新春期間啊 如果說你稍微有去看一下盤 那當然是國際盤嘛 那你可能會從我們裡面 Light Edge裡面所寫的內容啊 你稍微去對照一下 你大致上就可以了解到 台股新春開盤之後 到底它是會漲還是會跌 所以如果說你還沒有加入 我們這個Light Edge的 很歡迎各位加入我們的Light 那有的時候呢 盤面上面有一些 比較有一些特殊的變化的時候啊 我都會在盤中的時間點啊 我會在Light裡面啊 跟大家去做解說 反正你加入Light也不用錢啊 有的時候呢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或者是有一些重點出來的時候呢 你不了解 那盤中呢 我們會在Light裡面 就跟大家去做解說嘛 我想對你來講也不是壞事啦 所以還沒有加入我們Light Edge的 歡迎你加入 OK好 我們來仔細看啊 到底這個盤啊 因為明天封關嘛 那到底台北股市呢 封關之後 就是說新春之後的盤市 它到底會怎麼去走 各位你想想看啊 台股今天來到月限位置區嘛 現在面臨到月限到底 它到底會跌破呢 還是說有機會繼續攻 因為你明天啊 台股剩下最後一天的封關日 你說要漲到哪裡 也不太可能啊 但是我倒是覺得啦 這個時間可能要稍微去關注一下 國際政經上面的一些變化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昨天你會發現到 昨天美國股市啊 好像沒有什麼漲跌 但是呢 費城半導體昨天 到收盤又破月限 我們又上去又破月限 對不對 各位你注意看 其實昨天啊 對美股而言 它應該算是有一個利多了 但這利多怎麼會沒有反應 有點奇怪了 我們來看 因為前幾天的時候 我們有跟他講 拜登 我們從這裡來看 民主黨他要啟動紓困案 要快速過關 之前共和黨大致上有10個議員說 你那個 你那個1.9兆美元太多了 他把他減半 差不多6000多億的美元 對不對 那拜登會想說不夠啊 我還是要1.9兆美元啊 所以民主黨要啟動 紓困案快速過關 那你共和黨就不同意嘛 那到底你會不會過關 我說這有變數嘛對不對 好 可是昨天拜登 他有稍微軟化一下了 我們來仔細看 市場傳出拜登啊 可能願意削減 刺激計畫的規模 用來拉攏共和黨的議員 來通過這個法案 對不對 看起來是利多嘛 你說剛剛有機會過嘛 對不對 好 那各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昨天美股都沒有反應 這美股都沒有反應啊 到現在為止你看啊 昨天非半跌最深嘛 昨天跌了2%多 然後呢 你再仔細來看 稻穹指數呢 他有漲 漲幅不夠 而且呢 當他上漲的時候 你會發現 奇怪這幾天的反燃 怎麼量中縮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 那到現在為止呢 你月線也沒有過 對不對 好 高科技股呢 是之前稍微比較強一點 現在在前高跟月線 為止去走區間 對吧 好 那各位 你去想一下 其實我們這幾天 有跟各位講過 我說為什麼在新春期間的時候 現在很多事情卡在那個 就是新年過年的那期間 那才會有答案 第一個 你書貨案到底怎麼走 你注意看 這篇文章是我們今天在那個 Light Edge裡面 跟他寫的重點 跟他寫的重點 因為這些重點 我昨天有說過 但問題是有時候 你看一看你就忘記了 所以我說在新春期間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那個Light裡面 寫的重點 你稍微看一下 再去對照國際股市 到時候過完年之後 行情會怎麼走 你大致上會比較清楚 我們就先從 我今天寫的內容來看 我說拜登提出一點 就有照美元紓困案 對不對 那現在過跟不過跟 規模的大小 看起來還有變數 照理說 昨天拜登已經開始 慢慢有軟化了 他要去拉攏共和黨的議員 來通過這個法案 照理說是利多 可是昨天美股沒有反應 對不對 所以在新春期間裡面 第一個 你到底過還是不過 還有規模大小 到時候要過年期間 才有答案 OK 這東西沒辦法 你就是要等他 過年期間才知道了 可是這個東西衍生到哪裡 衍生到匯率的變化 我最近有跟大家講 我說台北股市走到這裡 到底是供還是不供 這關係到什麼 整個外資的一個進出 你這樣看 當你要去通過這疏空案 就算你1.9兆沒有機會過 好了6000億美元也OK 對不對 那再怎麼樣 你都是放出資金 可是他們有沒有發現到 最近的國際金融裡面 真的穩定上漲的 不是美股 也不是台股 也不是歐股 也不是亞牙股 到今天為止你會發現 很奇怪的一個現象 最近穩定上漲的 反而是美元 有沒有 你看美元到現在為止 這兩天都已經站上季線 那現在亞洲盤的走勢裡面 你會發現怎麼搞的 還在漲 還在漲 尤其從1月份到現在為止 都在漲 大家都知道拜登當選 他要擴大他的紓困障礙 那問題是 當你去放出美元的時候 照理說你美元要走弱 可是問題是美元不但沒有走弱 反而到這個時間點 他創這兩個月以來的新高 對不對 所以這裡怎麼看 這個重點我之前在1月19號 我就跟大家分析過了 那時候我怎麼跟大家講 我說 那時候1月份的時候 美元就先彈起來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美元如果說過前高的話 他會站上季線 對不對 當他站上季線底部完成之後呢 如果你依照他的月季線的 一個未來走勢來看 他後面會形成黃金交叉 當他形成黃金交叉的時候 美元還會再攻一段 對不對 那各位我們注意看 到現在為止美元還是一樣 繼續漲 那現在整個月季線的距離 大概只差0.3左右 0.3美元左右了 那美元大概守得比較慢 但問題是你現在的差距 它越來越近嘛 所以咧 你看我昨天怎麼跟你講 我說為什麼 這次的放假就是很討厭 很多事情都是要在那個 時期間點才會有答案 所以咧 你看我今天寫的第二個重點 我說美元這一週來已經站上季線 創兩個月新高 那美元的月季線是不是會黃金交叉 就時間點來看 未來一週是關鍵 如果說美元太強的話 我說外資會有匯出的壓力 對不對 為什麼外資會有匯出的壓力 各位你注意看 昨天美股沒有什麼漲跌 就廢半跌比較多了 但是今天美元 這一漲起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這次入股 它不但沒有彈上月線 好像又要回撤到季線 這次南昂股市 結果今天也漲不太上去 這次日經指數 今天也都在跌 你看最近亞洲股市 都沒有在創高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說 你台股最後兩天 你說要再創新高 我說好啦 那你就去拉台積電嘛 問題是你整個亞洲股市都沒有創高 都還在走震盪 甚至於今天 亞洲股市今天都跌下來 你告訴我是我說這兩天風關台股要創新高 那不合邏輯嘛對不對 那為什麼亞洲股市這地方會跌 就是因為你美元太強 當你美元太強的時候 如果我們依照過去歷史來看 外資就有匯損的壓力嘛 所以我今天就要跟你講啊 美元太強外資會有匯出的壓力喔 那要怎麼匯出 就是賣股票去做匯出嘛對不對 所以呢 在新春期間的這一段 你要注意喔 月季線 美元的月季線 是不是會黃金交叉 我今天在Line Edge裡面喔 還沒有加入Line的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Line 因為我會把重點寫在裡面 像我今天在寫的時候 我就要跟他講 我說有紓困案美元還走強 我說這有點詭異啊 什麼叫做這有點詭異 你看我最近國際金融裡面 美股也沒有繼續供 歐股雅股也都沒有繼續供 唯一繼續在漲的就是美元嘛 美元到現在為止你看 他已經創兩個月來的新高 你有紓困案你還在漲 有點詭異啊 這代表說一定有人在偷吃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新春開盤之後 要注意一下 這段期間美元啊 他會不會繼續搶 如果說美元繼續搶的話 我跟你講啊 外資在這個地方 他不可能一直買 因為他的會損壓力就出來了 OK好那再來 第三個重點在哪裡 我跟各位講過啊 休假期間如果道琼無法去搶啊 月限將在下週開始要走跌 還有破季線的風險 對不對 各位我們仔細看 其實這些重點 我們之前都有跟各位說過了 只是說我們現在把最近整個國際金融的一些變化 我們拿出來看 那我跟你講的東西有沒有變化 如果都沒有變化的話 我還是提醒各位 反正這兩天嘛 明天還有一天嘛 對不對 那明天還有封關日嘛 那到這個時間點呢 我是建議你啊 如果說你的個股是比較高檔的一些股票 你去追高的就稍微調一點出來 如果說你是比較低檔的我就覺得那就算了啦 那你會發現到啊 像今天盤是走震盪你看整個文帽 一開盤就打下來嘛對不對 幾乎快打到跌停板了 那如果說你是追高的會得不償失嘛 所以我說比較高位階的個股要注意啦 好那各位我們仔細來看喔 我跟大家講過喔 因為台股今天是2月4號嘛 明年就封關了喔 你注意看喔 今天2月4號 月限的成本在這裡 明天2月5號月限成本就來到這裡 那你新春開盤之後呢 未來這十來天啊 就到2月底之前啊 月限成本都在高的 好 現在不是只有台股這樣 今天晚上 應該說今天晚上喔 開始呢 整個稻窮的月限成本就上來 在台股封關的這幾天呢 它月限成本都在這個位置區 對不對 那代表著說 你稻窮如果反彈起來 你沒有辦法來到前面這個位置區的話 你的月限會下壓 那剛剛我們跟他講過 昨天稻窮有反彈啊 但問題是呢 這連續這三天 都亮縮嘛 那到了明天的時候 就是說到今天晚上 他月限成本就開始上來了 所以如果你再沒有上去的話 你現在未來這段期間裡面 他的月限成本 他會開始下壓 當他開始下壓 如果你又談不上去 接下來呢 你反而還要回測一下季線 對不對 那季線能不能守 現在還不知道啊 所以如果說你的稻窮的走勢 是比較偏弱的話 他會去拖累什麼 高科技股的走勢 所以咧 昨天我跟他說啊 如果連高科技股也破月限 那這個地方你心窮開盤 台股就會有壓力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說你稻窮的走勢 是比較偏弱的 然後呢 讓高科技股的走勢呢 在這個地方啊 也開始出現震盪了 好 這個震盪會怎麼走 我昨天發現給你看嘛 我說啊 這裡啊 高科技股的月限成本 幾乎要在我們開盤 那個附近的時間點 他會上來 可是如果說你稻窮比較弱的話 接下來你這邊就是走一下區間嘛 那你走區間的過程裡面 你的月限成本現在在這啊 等到新中開盤的時候 會來到這裡嘛 那你月限成本就是上來 對不對 好 你在這個震盪的走勢裡面 如果這中間啊 稻窮他上不去 而且是破基線 你要提防啊 高科技股會不會在這邊震盪 就先破月限 啊如果說這個地方 他都上不去 又破月限的話 那我問各位嘛 啊你覺得台北股市的月限 到底有沒有撐 好 那就 那就壓力比較重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再來 這四個重點你都看到了 昨天我們跟大家講 那到今天為止 我們再從國際政經來看 也沒有什麼太大變化 甚至也沒有什麼幫助嘛 因為整個美元呢 是持續的上漲 造成現在亞洲股市都在跌 好那再來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2月17號之後 台股跌破月限 那就會造成什麼 月限下壓 那如果你月限下壓的話 我跟他講過 這會有什麼 殺融資的賣壓 對不對 好各位 為什麼這麼說 你來仔細看 這是在1月28號 因為台股破月限嘛 那我跟他講 台股頂多就兩個走勢 非話就兩個走勢 不是漲就跌嘛 但問題是呢 他會怎麼漲跌 你看我說如果說美股跌的話 那不用講你台股上不去啊 對不對 還好啦美股沒有跌 但是沒有跌的過程裡面 你台北股市出現反彈嘛 那因為你明天就封關了嘛 那你今天台北股市就是量縮嘛 走震盪嘛 面臨到月限的保衛戰嘛 照理說你明天 台股也不可能說大漲個300500點 不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我那時候是不是有跟他講 我說來到這裡的時候 台股反彈起來 如果他沒有辦法過前高 而在這個地方再破一次月限 他這裡反而會有頭尖頂 的情況出現嘛對不對 那再加上什麼 明天台股封關月限成本在這裡啊 那如果說你這地方一破月限 未來新春開盤之後 你的月限成本在上面啊 你又破月限 月限就下壓嘛 對不對 好那各位 月限下壓會怎麼樣 依照過去歷史來看 你走出噴出行情之後 你台股一破月限 上面就有套牢籌碼 如果說你再讓他的月限下壓 融資 會開始殺 有沒有 再仔細看 這也是一樣嘛 當你台股創新高一破月限 上面有套牢籌碼 當你反彈 你又沒有辦法站回到月限之上 去扭轉這個趨勢 你造成他整個月限下壓之後呢 他的融資就會殺 懂我意思啊 所以咧 我們把我們最近所跟你講的重點 那我今天都在Lite Ads裡面 寫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跟大家講過 我說如果我用講的 可能你聽一聽就忘記了 那現在的重點不是說這兩天他怎麼去收盤 而是新春開盤之後 你整個台北股市到未來怎麼走 那未來怎麼走 如果在新春期間裡面 你可能沒有出去玩 或說你覺得有的時候在家裡在休息的時候 很無聊的稍微看一下國際盤 你要看得懂啊 到底像國際盤對台股新春開盤之後影響在哪裡 所以呢我今天都在Lite Ads裡面寫得很清楚 就是我跟大家說的 如果說你想要提早照整個台股的變化 那我覺得唯一我能幫你的方式啊 就是說我們在節目裡面講得很清楚 就算你不是我會員我也希望幫得到你 可是等我上節目是有時間差的 所以有的時候在盤中的時候呢 我都會在這個Lite Ads裡面提早跟你做說明 所以呢今天我們都把整個重要的關鍵 全部都寫下來 寫完之後呢我還是建議各位啦 封關前你要懂得縮減持股 尤其是那個比較高位階的 待會我們來講個股 多保留現金在手上 因為如果沒有辦法再送新高 這裡就會浮現什麼 頭肩頂 OK 講得很清楚 如果說到目前這地方你不了解的 如果你手上的持股 你不知道該怎麼去做調整的 那沒關係 願意我們幫忙的 你可以打電話進來再做詢問 好不好 那待會我們就來看啊 指數現在走震盪 明天最後一天封關 照理說應該都這樣 那可是呢 個股的漲跌那空間就很大 但問題是你要怎麼去拿捏 什麼樣的個股 就先把資金抽回來吧 如果是比較高位階的個股 這些可能要注意一下 待會我們再跟大家做解說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運打頭顧新春賀喜 恭喜新春人望財望 數來寶皆金牛財 2021金牛送財 2021牛轉乾坤 2021牛來運轉財富狂奔 運打頭顧祝福大家新春佳節 天福又天財 運打頭顧新春賀喜 全面58加1 全面58加1 速播轉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打頭顧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那個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好 歡迎回到現場 台股剩最後一個交易就封關 其實每次到放長假之前 你說台股要出現什麼明顯的攻擊 其實大致上也不太看得到 所以大致上就比較偏區間 所以昨天我就跟他講 台股就是這兩天 就是要維持在這裡走區間 那到底月線 這地方能不能守得住 還是到時候會破月線 我覺得那關係到整個新春期間 國際金融上面所發生的狀況 會影響台股未來新春的開盤 不過今天的盤 你會發現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你昨天美股沒有跌 沒有什麼跌 但是今天不是只有你台股在跌 今天整個亞洲盤全部跌下來 你會發現到 那個幅度都還不是很小 比方說上海股市 今天黑棒下來 南韓股市也是一樣 都是維持區間 然後日經指數今天都是在跌 那為什麼會跌呢 我剛好跟各位說 其實這地方你要注意到什麼 整個外資如果說 他把資金匯到亞洲市場 他不會只匯到台灣 如果說他要撤離的話 他也不會只賣台灣 所以到最近的走勢裡面 你就會發現 美元真的是超強的 一路在上漲 我認為這一定有人在偷吃 一定有人在開始在那邊做買進 否則你想想看 你後面還有紓空 你美元怎麼會漲上來 所以我今天在Light Edge裡面 我就跟他講 有紓空 美元還走強 我說這真的是有點詭異 如果說美元過強的話 那到最後整個台股新村開盤的時候 外資一定會有一些匯損壓力 這地方一定會有壓力出現 所以我這幾天 不管是節目也好 或者是這個Light Edge也好 我們都把整個重心放在 新村開盤之後 你台股到底是漲勢點 如果說你台股到時候真的是破月線 到時候你的月線又出現下壓 我之前跟他講 你12月中的時候 我說台股是走噴出 你這個噴出到現在為止 趁最後一個交易日就要封關了 那現在個股到底該怎麼做 個股的做法其實我們之前也提醒各位 這個地方你要去區分什麼 高低位界有多空之分 如果說 股價大漲一段起來之後 你後面再去追的 其實你討不到什麼便宜 尤其這種盤勢 你會發現到 剛才我跟大家講 你看最怕的現在是最怕什麼 就是說那種高檔型漲上來的個股 他會出現補跌 你看今天穩帽一打下來 幾乎快達到跌領板 這一個跳空下來之後 這代表著說 你將近這一個月買進了 你都是全部套 對不對 甚至於最近有一個現象就是 台股個股不漲都沒事 一漲就出問題 你看 你看那先進光 漲上去你去追馬上跌下來 你看融資創新高 這不叫幼多這叫什麼 你看昨天漲信邦 一漲上去現在就跌下來 你看這些個股是不是一樣 一漲上去就跌下來 昨天還漲民基財 一漲上去就跌下來 那現在最擔心的就是說 你高檔型的個股不能做頭 若一做頭呢 造成說整個股價出現一個壓回 我跟你講那真的是得不償失 到現在很多個股都這樣 你看他大概就創低點了 可是融資都沒有退 對不對 所以我最近跟他說 因為你現在要在最後一天的封關 你要去考量到 到底整個台股 如果說新春開盤 他怎麼走 如果你這裡先把持股稍微縮減 你把資金放在口袋裡面 那到時候你會說 老實說台股到時候上去怎麼辦 你為什麼要擔心 那到時候再買就好啦 很多個股拉到低檔的時候 你還可以去做低接了 所以我希望各位 這個時間點你要了解 整個台股未來的變化 你才知道說 你現在到底是該買還是該賣 所以整個台股未來的走勢 我們都會在這個Line Edge裡面 跟大家去做詳細的解說 好不好 那你持股有任何的問題 需要我們幫忙的 趕快在最後一天封關之前 有什麼樣的個股 不知道該如何進出 你再打電話進來做詢問 好不好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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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